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叫做形容词从句 当然了形容词从句是比较重要的一种从句 形容词从句的意思就是一个句子 它从属于一个主句 它对这个先行词 也就是说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词 起到了一个形容词的作用 它起到了一个形容词的作用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句子在做一个形容词 我们可以看一下常见的这个关于代词 或者说关于副词 也就是说连接词 我们这里写它叫连接词 常见的三种情况 一个叫个 一个叫ken 一个叫ond 这是不是我们学过的那个疑问词 对其实疑问词它都可以做这个连接词 只要它在这个做连接词的时候 它的意义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先行词 其实这个形容词的从句 它跟英语当中的那个定语从句是 几乎差不多的 当然了有很多同学 这个英语的定语从句也不是很明白 当然你现在听过这个之后 你应该连英语的那个也明白了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简单从起源上来说 咱们说形容词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男孩 聪明的小男孩 对吧 漂亮的姑娘 你看我们的形容词的位置在哪 这个葡萄牙语在这一点上特别好 它不需要来回调这个位置 如果调位置的话 所以你能理解更麻烦 你看它是不是都在后面啊 它在后面对吧 嗯 那你看我们要说句子的时候 在门口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 咱们就直接说在门口 对吧 在门口叫aburda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amos bonita sta aburda 嗯 我就不写了啊 把它当成两个 后面都做成一个啊 那你看 聪明的 我们的汉语叫 聪明的 漂亮的 然后我们去修饰这个括号里 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中心词 对吧 这个词叫做中心词 嗯 那么你看 我也有可能这个时候 我不再用一个形容词去修饰它 我可能用一个句子去修饰它 对不对 用一个句子去修饰它 你看 在这个括号里 这个词是不变的 这个词 我们汉语叫做中心词 然后在这个定语从句里呢 如果说你用一个句子去修饰它的话 这个时候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做先行词啊 叫做先行词 然后 这个我们后面 再具体去剖析它怎么做成的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先行词有几种情况 它对应的连接词是什么 先看一下 这个 先行词如果是人 或者是物 对吧 人或者物 都可以用个来指代 这个连接词是干嘛的 就叫关系代词 其实你都没有必要去记这些 关系代词 关系父子 这些名词 你就记着它是代词 对吧 代词表示什么呀 那代词就是他呀 对不对 他 他 他们 是不是 他有没有可能指我呀 那几乎不可能啊 对吧 因为他前面有个词 他指代那个词 那肯定就是他呀 或者是他们 你只可能阴性阳性 大数复数 对不对 就是你记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就是客 他指代的就是他 他们 当然当然这个客 还可以指物 他还可以表示他 那么你看呢 第二种先行词 就是他指表人 那他 他可以用谁来指代 刚才客没问题 对吧 还可以用 king 那就是king 更容易了 这还是啊 他他 他们 和他们 这时候连误都不能指了 对吧 所以也没有宝盖他了 然后我们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这个是个 地方 Lugai也是叫地方啊 这叫什么 这叫关于父子 关于父子叫 其实他也是进行一种指代 就是在那 他直接发音上在那 我们看一下啊 用这个 为什么老师要给你翻译 这个连接词啊 因为翻译连接词之后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句子 翻译了之后 你在进行句子造句的时候 你会能找到这个词 因为你去进行翻译的时候 你总是按照你的汉语的逻辑去说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kirking owned 它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永远找不到 在汉语里 它对应的哪个词 所以你永远不会想到去用它 所以你们写出来的句子 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啊 咱们说 begin emui du bu nida 城市是一个 城市一般是阴性的啊 北京非常的漂亮 然后 北京非常的漂亮 它是中国的首都 然后你看 其实这个它 它是不是指北京啊 它是不是北京 那你看按我们刚才说的 它可指人 可指物的时候 可以用谁来代替它 其实用刻 所以你可以完全 可以把这个刻换成 是不是啊 可以换成这个 begin emui du bonita que a capital de china 然后呢 你把它放在哪儿 放在这个词子之后 begin que a capital de china emui du bonita 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 简易的这种定义从句 哎 这就形成了一个 简易的定义从句啊 就是这样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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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